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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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出句话吗 说吧 别倒我们胃口就行 放心 我不会倒你胃口 只是我这几天 是吃不下饭的 为什么呀 你这是怎么了 还会是小会儿在闹吗 我早就说过你 你说你非弄这么一个 活该 可是目以撑舟 想甩又甩不掉 本来我是想过一天试一天 可是现在这日子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过不下去了 房租到期了 房东天天来随 小会儿又整天地闹 说我没本事 连一间不要房租的房子 都弄不来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老了 老爸 我要和你费怡 一起出去安度晚年了 你呀 不要这么自私 你只要自己好好干 你在这儿同样可以做老板的 老爸 我 我真的不是自私 我就想自己出来干一干 在面馆我干了再好 盛哥也是大老板 除非我们把股份都 都买过来 把面馆改成王纪面馆 我们没这么多钱呢 儿子 钱的事我已经想过了 把阿红那套房子 拿 拿去银行做抵押 贷款出来的钱 就 就能卖 盛哥手里的股份了 那 好吧 那这 先这样吧 王伯 王伯 你先从账上拿两千块钱给遗书 让他把房租给续上 谢谢老爸 这事儿不着急 华盛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给你商量 您说 王伯 阿尖同意不走 但是他有个先决条件 他要做老板 不是经理 是老板 您的意思是说 要从我手里买股份 对 可是你们现在有钱买吧 我们想用房子去做银行贷款 我那儿还有一套房 我坐你那儿 把我那套给他不就得了吗 不用了 非议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我答应阿尖来当老板 你们房子也不用卖了 直接转给黎叔住就可以了 但我有一个条件 阿尖接手之后 不能开除黎叔 他要指尽个户口 我这儿是 和你都这么担心 我看见 说我 你这儿是 你这儿是 小伙子 你这儿是 你这儿是 我这儿是 一买设备就买几十辆 要发大财了 把我们一脚踢出来了 什么人呢 姐夫 我这是代表华盛来的 我们郑重骑士地邀请你们 重新加入华盛建筑工程机械公司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机会只有一次 你自己想好 多少钱 看你们的吧 现在一百万 可以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一百万才百分之十 对啊 店馆不用说 公华盛公司的设备 所以已经值一千万了 这我知道 姐夫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加入的 有钱我们一起赚 所以 我一来 才说欠你钱的 这事儿 你没跟你姐姐说吗 没有 你们家大事儿不都是你拿主意吗 是 动钱的事儿 必须通过他 而且这笔投资数目又这么大 而且投资对象 是一个让他咬牙切齿的人 干嘛要咬牙切齿啊 我们得罪你们了吗 得罪我们了吗 你让我们从面馆退骨 就这件事 把你姐姐气得够呛 三个晚上都没睡到现在 那现在呢 现在这件事儿 她还会咬牙切齿吗 你姐姐那个名字 我就是不知道 你只要让她在家 干什么不行 骂你都行 那 这件事儿是你跟她说 还是我跟她说啊 这件事儿要想办成 只有你去说 你把邀请我们回公司的事儿 当成亲情回归 让你姐的心 重新变了 让她觉着 你心里有她 这样的话 保险柜的药质 你就算是拿到了 慢点开啊 你这是黄鼠狼 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养你这么大 不求你回报 可你也别害我呀 当年爸妈走的时候 我要是想害你 那还不是简单的事啊 恰似扔到海里 从楼上推下去 可以让你死得干干净净 谁也找不到破绽 你别人投资就算了 说你难听话干嘛 话难听 那是因为你做的事情 太气人了 能赚钱的时候 你们让我们出局 现在进入危机来了 你们赚不到钱了 又来拉我们去电杯啊 做人做事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 说什么呢 他这么严肃 我走了 对我有意见了没 我又回来你就走 让他走 以后少来了 我就当梅这个妹妹 我走 你又走 你都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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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走了 我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什么机会 赚大钱的机会 赚大钱的机会 你说 我怎么就失去一次发财的机会 还是发大财的机会啊 你说我这么聪明 怎么能娶了你这么个笨老婆呢 你离我远点 别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笨 你谋杀心肤啊 你说 我奔哪里了 好好好 好 把死你啊 你知道 什么叫趁人之威吗 知道 刘华胜这小子现在就威了 脑袋瓜子一热 卖那么多设备 压死他 知道 什么叫滴水针 当涌泉香爆 行了行了 少给我转词了 你直接了当地说 我笨在哪里 要不说清楚 我把你从这儿扔出去 你信不信 信不信 信不信 刘华胜 现在威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伸出一把手 帮他一下 他会感激咱们 到那个时候 华胜会不会以十倍 百倍的回报 来报答我们呢 我明白了 你不仅要占股 还要买他的心 对不对 咱们呢 就把华胜当鸡羊 给他鸡食让他下蛋 你说这鸡食 是不是比这鸡蛋便宜十倍啊 老公 别看你瘦 心眼还不少啊 没听说过 你长心眼 不长肉 长肉 不长心眼 行 明天啊 我去找阿梅说去 说什么呀 对呀 我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 你教我呀 快去洗澡去吧 好 我去洗澡了啊 你问话 拜拜 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出去走了走了 我们快承受不住了 员工要发工资 还要还银行贷款 我们现在没有钱 又找不到任何赚钱的机会 怎么办 所以你去找你姐了 你怎么喝酒了 没事 就是想喝点 就像你所说的 我们下面的路 应该怎么走呢 金融风暴越演越连 我真的觉得我们前面的路 比这外面的月色都还黑 那 就去找吴老板谈谈吧 他有经验 再说 他又是你的担保人 他的这种担保 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所有的损失 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假如有一天 我们真的破产了 他怎么承担 再说我们的贷款 是在大马银行贷的 我想 他也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家 在经济上受损吧 好 听你的 明天我就去找他 明天我就去找他 您走这段时间里 公司要由谁来负责呢 我都安排好了 各负其责 不会乱打 我的意思是 万一有些应急的事情要处理 我这说万一 小师你来 大师等我 好 全听您吩咐 吴老板 有 华盛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这是要出远门啊 公司歇业了 出去散散心 好将置业都歇业了 不歇业不行啊 一天 十几万的损失 我怎么能承受得住啊 连您都承受不起了 水浅了 倒霉的肯定是大鱼 找我有什么事 吴老板 坦白地讲 我今天来 是来找活干的 我也坦白地告诉你 这回我帮不了你了 哎呀我要有活干 也不至于让大部分的员工 回家代工了 吴老板 您知道 我刚刚带来的一千万 全都买了设备 而这些设备几乎没有用过 就像全新的一样 我是担心如果再这样 没有活干 很快他们就会变成 费动烂贴 所以我想打一个折扣 转让给你 几折转 八折 其他两百万的窟窿 我自己会想其他办法补上 哦 华生的意思是 他不想让大马银行受损 有了钱就会及时把钱补上 你们这么想就对了 我岳父之所以把钱借给你们 就是看了我的面子 但是如果你们让他利益受损的话 我是不答应他 你不答应也能怎么着 谁也没逼着他放贷 要经商就不要怕损失 刘老板要卖设备 这倒是可以考虑的 您打算几折收 到八折 你放货吗 两折 对 两折我可以收 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在变成废铜烂铁之前 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好了 对不起我还要赶飞机 有什么事你和组织他吧 照顾好 大老板 放心吧 我呢 我呢 有权决定收还是不收 两折 两折你买不买 这 你走 什么毛病 都快气死了你还乐 当然要乐了 因为跟人家学了一招 他无荣昌可以抛下一切 让公司歇业出去散心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出去 我想离大陆看看 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大陆会有机会吗 以我上次去借车的情况看 应该有 那个时候 这里也有机会 这次金融风暴 是全亚洲的 大陆就没事吗 没有机会 就当去散散心呗 他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啊 阿金跟我说过了 他想把招牌换一下 走 去看看 还是别去了吧 虽然咱们有股份 可是其实已经是一主了 你看着不难受啊 不难受 我相信阿金比我们做得还好 走 去看看 小心点 小心点 喂 胜哥 别忙 胜哥 胜哥 谢谢你的信 谢谢你大碗 阿金 咱们哥俩之间 还有这么客气 其实我把这家面馆转给你 是有事情要托复给你 这次金融危机 对华盛公司来讲是灭病症 现在能不能扛得过去也不好说 所以如果公司过不去了 我也不过了 沈哥 我 不是特别卖什么意思 与公司共存亡 但只限我一个人 不至于啊 至于 我这身上背了一千万的债 足以置人以私利 一千万 怎么 怎么搞到这地步了 现在讨论这个 已经没有意义了 整个东南亚都这样了 现在关键是你 好好干 让咱们这面馆多赚钱 将来我老婆跟孩子 要真吃不上饭的时候 说不定就指望这面馆了 别 别 别 胜哥 我 我阿金也没什么大伪事 但是我 我努力干 把面馆的生意搞好了 我有信心 也能让我 让我老婆脸上有光 能让咱嫂子和 和儿子 不挨动不收 不收饿 没问题 那就拜托 紫琪 您说一寸拿出一百万 是不是太多了点 咱家有五百万了 就算一百万亏了 也不会伤筋动骨 这事你就别糟息了 再说了 咱们把刘华盛捞出来 我就不相信 他不给咱十倍半倍的围报 一百万的十倍是多少 一千万 那一百倍呢 一个亿啊 我说老婆 这么简单的算数问题 你都不会算 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哪里还会算算数啊 算了 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 反正啊 我只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骗我 你也不会骗我的 老婆 嗯 就算是我死了 也会对你无比忠诚 呸呸呸呸呸 不许说死 好好好 一个亿没争回来之前 不许说死 好 不死 好 怎么了 我姐 还是跟我来找麻烦吧 你今儿能找平麻烦 走 不是我 好 姐 姐夫 你们来了 刘老板 刘老板 姐夫 你不能叫我刘老板 怎么不能叫刘老板 你现在是大老板 你说谁来到这儿就一看 不都得叫你老板呢 对 这 赶快叫刘老板 刘老板 老板娘 你们两个怎么了 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我们今天啊 是来送钱的 送什么钱 我决定加入 华盛建筑工程机械公司 请刘老板 务必接纳 咱们进屋室 来 来 来 进屋 坐下 坐下 好 来 来 给我过来请 姐夫 来了就进来坐 干吗再问她 本不是 不能随便进 好吃 一盆吧 我们是真心实意的 好 谢谢 华盛 华盛 是不是不够 不够我们可以追价 我看 自己 追价的事还没商量呢 商把商量都是我拿主意 你拍摆 华盛 这次我们这个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谢谢 虽然我们目前的确需要钱 交房租 发工资 还贷款 但这钱 我们不能收 不收啊 那我就收起来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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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刘老板 说说听 为什么要拒收这笔钱呢 你现在需要这笔钱 可当钱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拒收 为什么要 姐夫 姐 咱们是一家人 我就实话实说 华盛公司现在深陷泥潭 能不能拔出来 谁都不知道 你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向我们伸出援手 我非常感激 但我不能把你们拉下来 尤其不能看着你们辛辛苦苦 挣的这些钱 跟着我们打了水平 来 所以你们把钱拿回去 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要插上我们公司的事情 好是 这个你就多虑了 临来的时候 我跟你姐 把那你想到的问题 全都想过 既然我们把这一百万拿出来 这就表明 我们是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百万 即便是打了水漂 我们也无所谓 我们现在 就是要跟你站在一起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姐 好 那你们等一下 我要给你们写一份东西 谢谢 承诺 对 我跟阿梅 我们俩要给你们俩写一份承诺 如果这一次我们真的过不了这个坎 这些钱就算我们向你们借的 利息比银行高两个点 如果仍然还不清 我们儿子还 我们孙子还 直到还清为止 好不好 何盛 你要搞清楚 这次我们是来投资的 绝不放高利贷 知道 正因为知道你们的确是来帮我们的 所以我们更有对得起你们 当然 如果我们有机会跨过这套坎的话 你们这些钱就算投资入股吧 我给你们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华盛 你算错了吧 应该是百分之十 这样算 你们会破产的 没错姐 本应该是百分之十 另外百分之十是我跟阿梅送给你们的谢礼 太启动了让我们 来 太谢谢了 我真是 真是没想到 太不肯定了 太不肯定了 太让我肯定了 子晴 子晴 我都没想到 亲亲还能赚钱啊 亲亲不仅能赚钱 而且能赚大钱 一片八宝 要在华盛身上 别走 别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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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拜拜 老师 谢谢你 怎么了 老板 不好意思 老板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老板娘 不好意思 送吧 谢谢您 谢谢您的承诺 您的一句承诺 发掘了我和姐姐的矛盾 比起亲亲来 亲亲比那一百万重要 你觉得呢 有这么大作用吗 有 你知道 那天晚上为什么我哭吗 姐姐都不想认我这个妹妹了 她认为是我在算计她 那这么说你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 而是姐夫 真没想到她是这么精明的一个人 等咱们还过来的时候 一定把她牵过来好不好 你说姐夫这人也是 一个大男人从 鸡屁股里边扣鸡蛋 有点太委屈了吧 所以我多给她百分十的股份 一是出于真心感谢他们 再一个就是为了姐夫来公司 而铺路 亲姐夫来一百万 应该不愧吧 所以我又给她加了百分之十 是不是男人都这么有心机啊 不是心机 是心战 心战为先 实战才能把握主动 否则就会处处受这一人 你又听不懂母说的话 听不懂咱们就去吃饭 走 我饿了 走 我也饿 你要请我吃什么 咱们到大餐包附近找个家 吃完去登大胞胎好不好 完了 对 不懂 我们现在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早上是回家了 这女人变温柔了 不然是件好事 不要被女人黏过来 那事情很麻烦 回去晚了就问这个 问那个没完没了 还不像以前不常在一起 嫂子好像是怀孕了 什么好象 肚子都这么大了 嫂子跟头母猪一样 也就是我一时舒服 要不然她能怀孕吗 你看我这样 我像当天的人吗 我明白了 你这是憋的 老婆老婆现在搞不了 外面的女人你又不敢搞 这火发不出去 她看谁都不顺眼 哎 这既然想出来了 就管我出个两千七美的办 这老婆是肯定搞不了 外面的女人不敢搞呢 是因为嫂子在家 你把嫂子赶走不就完了吗 她现在怀孕了 你让她回娘家带傻的 就算老爷子问起来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靠谱 好注意 走 走 王叔 华盛 你怎么来了 这不来讨饭了吗 跑到您门前来了 你还会讨饭啊 该不是发了大财 哎 来孝敬您马叔了 马叔啊 我看您老人家才真的是发了大财 要不您哪有这闲工夫 在这儿修修修修修 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 养养花种种草 这不比当老总啊那么累人了 哦 我把这摊子交给华杰了 您怎么放心的 那有什么不放心的 哎 他干得不错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睡啊 你再给我借十两重的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不行 借车成本太高了 而且很难借得到 小子 这样 从现在开始人提车不提 你每台车够配三个人 每个人只能干八小时 但是车 一定要二十四小时连手转 就能这样了 刘总 你的任务现在是帮我借车 什么只能这样啊 只能这样我们怎么做大做强 这个道理我懂 我已经跟我哥联系了 现在这种风暴已经刮到了澳门 影响了澳门发展步伐 建筑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肯定会出现 我们这里剩下这个出口 能够化解这个问题 你哥怎么说 我打了几天电话了 可就是联系不上 那就再打呀你啊 我这儿坐等的消息呢 哎呀你赶紧大 你是真大 你啊就是 走走走走走 小子 我们还需要几辆重看 有多少要多少 你这是什么话 哎呀你听我的没错啊 多多益善 咱们用不了的车呀 我可以租出去 对了你还问你哥了 如果有大型的建筑设备 我们也都要 工地上正缺这个 没设备 搞死人的 还是没人签 你哥他不会吃住 在工地上吧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走不上呢 能打搅一下吗 有 马叔你这些马叔 我 我给你们介绍个人 哎 华盛 哥 不是 哎呀 你们都认识啊 好好好 你们聊吧 喂 马叔 慢走 马叔 哎 我说怎么找不到啊 你不聊我呢 小子 嗯 我这次回来 要开始充当你的角色了 我的角色 我准备带着我的车队啊 灰尸大陆 就是不知道 你们需要不需要 你小子你送江的娘 什么意思 及时雨啊 哎呀敢 来来来来来 先坐先坐 你都不知道快把我急死了 亲爱的 怎么能让你做呢 包嫂呢 哎 哎呀 你看 我这不是马上要生了吗 过段时间我想做都做不成了 慢点 最近啊 我是没好好陪你 但是那不是公司一大堆事 都压在我头上吗 我真的特别的累 你得体谅吧 那你给爸打个电话 让爸回来不就是了 还去了一段时间呢 该回来了 这才行啊 你坐 这时爸爸在考验我的能力 就牵着他接班问题 无论我现在有多累 工作上还得坚持对不对 亲爱的 你爱不爱我 你说呢 当然爱了 爱就应该理解我体谅我 听话 回你爸妈那儿 把小宝宝生下来 等你生完了 我亲自去接你好不好 不许 女人这时候最需要男人在身边陪了 好 等你回来了 我全天后地陪你 我不好 不 尝尝我给你做的鸡蛋 还好不好吃 超好 妈 最好 navigating 看 指 我 是 不就是了吗 你走啊 你赶紧走 我要走了 又再也别让我回来 谢谢 来 妈 我来 事办得怎么样啊 办成了 好 妈 阿梅呢 为什么不让她洗啊 她带钞 到地里玩去了 妈 那我找他们去啊 聊两句再走 别眼里只有媳妇没有妈 妈 儿子回来 统供住不了几天 说话这么狠 跟我儿子还用客气吗 好 陪您坐会儿 正好有一个大喜事 想跟您说的 华杰当老总吧 你们公司的事啊 我也参谋不了什么 我现在就关心这孙子的事 这你弟他们两口子 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跟他谈了 他俩不是生不出来 是不想要 都已经做掉俩了 我说呢 这好端端的人不应该啊 你弟这个人 就净干出阁的事 你怎么也没说说他 你也别老担心了 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如果再有第三个 一定跟您生出的 这还差不多 我想问问你啊 那黎叔最近怎么样了 还行吧 我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他是我和你爸的同学 他是我和你爸的同学 我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我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咱们能照顾就照顾 要实在照顾不了 那也没办法 他现在在面馆 干得还不错 我又给人弄一间房子 如果他自己 能把持住自己 应该能平平闻闻过日子 义德抱怨是对的 你能把李水舟 这么个无赖 变成个自食其力的人 说明我儿子还真有本事 那我找媳妇去了 这八个 九块十个 花生 爸爸回来了 跟爸爸吃西红柿 爸爸吃西红柿 爸爸不吃 累不累啊 累 累 累 怎么样 事情办得我顺利吗 很顺利 我要回澳门一趟 你走吗 我 我在这儿再住几天吧 不想走 有儿子在身边 就不想走啊 对啊 不对 有了儿子就把老公 趴在脑后 这是女人当了母亲之后的通病 你瞎说 瞎说 来儿子 抱抱抱 来 儿子 能不能别这么深情地看着爸爸 你妈都已经让你给俘虏了 你要再把爸爸俘虏了 这可很多人都要喝西北风了 她就不能往外肚子疼的 好聪明 走 走 慢点 阿妹 你还记得 吴荣昌想用两折的价钱 收购我们设备的事吗 我当然记得了 他就是个混蛋 他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用两折的价钱来收 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不知道在他们变成肺酮烂体之前 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这句话太重要了 他说明了吴荣昌 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心理预期 就是财富大量缩水 实体经济趋于瘫痪 他吴荣昌自己的设备 同样也难逃恶运 那你说这么多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想怎么做吧 我想用两折的价钱 去收购他的事 这能行吗 如果面对的是无阻止的话 我有八成八五 走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无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直 甜甜 是朋友就一起 向前 哦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恋 让烦恋 随风飘散 但不许拔走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却变心甘 别说我太沉静 也别怕我孤单 我会哭 也会把眼泪残干 天生总要深意和伤感 每一件很危险 要不不要让人烦 被逗逐总不难 又无知才能逃避寒 这世界无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直 甜甜 是朋友就一起 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步步艰难 以为会 踮踏地线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转发而走 开地窍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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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母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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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だ 结婚